方大哥制作的那道十分费功夫 也十分好看的五花肉美食 到底怎么做呢 用这个冬笋跟五花肉能做一道大菜 对 那是什么菜呢 叫砂锅红烧肉 咱们这平时上山挖笋 就得赶着有点下雨的时候去 对 下雨的时候 春笋多有牛毛 冬笋的话就贵有牛了 真的是 所以说得有特定的气候 特定的这个地势 能长出来是吧 对对 对 这个包笋就感觉就跟抽盲盒似的 它长得怎么样 其实从皮是看不太出来的 包开之后才能看到里面这个芯很嫩 那咱们这个修就给它修好了 对 要切成滚刀块 滚刀块 到我们来焯一下水 五到十分钟 它正面的话 这个笋的话长在泥土里 所以说我们焯水的时候 就得把这个色味给去消 对 给它焯掉 要不然吃起来苦涩的不好吃 是的 鲜笋直接食用 会有麻色的口感 因此在烹饪前要先焯水 再用清水浸泡 这样可以大大减少鲜笋中的草酸和柔酸含量 改善口感 处理过冬笋 方大哥说 接下来处理五花肉 那我选的是葛先生的那个黑猪肉 肥瘦相间 而且三层五花 这就标准的五花肉 是吧 这焯多久啊 这个焯过十来分钟 十来分钟 放点黄酒 黄酒去腥 对 还有点老家 食材好 咱们做法又多变 这就是咱们中国文化的博大精神 好上好水呢 超过水之后 它一个形状就定好了 不仅是 是不是 肥瘦咸鱼 这是生抽 生抽 我这个选的是我们当地的米酒 我发现咱们这边做菜 很多都用的米酒 对 更能会让这个肉入味 老叔上色的了 这是上色的了 加入大蒜和生姜的话 这个肉会更香 通过给它上了料之后 慢慢一抓颜色一变 腌制这个肉的话 大概要腌制在20分钟左右 等20分钟 都是有讲究的 有讲究的 尤其是用我们当地的特色的 土米酒 这个米酒的话 它是又叫甜米酒 甜米酒的话 有甜味 软糯 香甜 特别入味 生姜和大蒜 给五花肉去腥提鲜 米酒加入 令五花肉变得甜香味美 调味料 给五花肉入味之余 还可以上晒 方大哥说 接下来的步骤 十分费功夫 也十分好玩 棕榈叶 棕榈叶 对 棕榈叶来榜一下 为什么非得用棕榈叶呢 别的叶都不行了 我选了很多 就是以前我用稻草 艾叶 芭蕉叶 都试过的 但是味道的话 就是没有棕榈叶的味道 独特的香味 有独特的香味 然后 然后翻过来 翻过来 看 多好看 哎呀 喝好 哎呀 哈哈哈 榜食物 哎呀 大哥 从来 还真没弄好啊 不行不行不行 我得学会啊 这个 看上去很漂亮这个啊 再来一遍啊 再来一遍 这么一系啊 系成一个小方块 就像提个小灯笼一样 是的 哎 那上面这个多少这几点要不要啊 这个要修掉了 要修掉啊 用剪刀修掉 棕榈叶自带植物清香 可以为五花肉增香解腻 用它将五花肉块绑扎起来 确实十分费功夫 而绑扎好的五花肉块 也确实十分好看 方大哥说 炖煮五花肉块 同样有技巧 砂锅的话 它是保持原汁原味 这砂锅是不是也是 加热的时候受热均匀一些 是的 因为我们这个肉的话 已经是那个 这个是超过水的 所以我们用纹火慢慢炖 冬笋放在下面 冬笋可以吸油 因为这个五花肉啊 这个是有油的 五花肉的汤汁油腻往下渗 冬笋的香气又往上飘 飘出来 相互补充 相互叠加 而且砂锅的话 用砂锅用纹火在煮的时候嘛 这个肉啊 和这个笋啊 它的香气不断地在砂锅里面循环 香上加香 对 香上加香 好 密质来的酱汁 灵魂酱汁 对 对 这个相当于最后一步呢 把这个味道啊 给它锁在里边 将焯水后的冬笋垫在砂锅底部 上面依次摆上肉块 再倒入腌制五花肉时的调料水 这一锅砂锅红烧肉 就可以上造炖煮了 随着不断炖煮 冬笋慢慢释放出鲜味 五花肉块浸润在整锅汤之中 肉香与棕榈叶的清香渗透融合 沸腾的汤底 油润的五花肉 清新的冬笋 成就了这一锅鲜香肉香四溢的砂锅红烧肉